吃饭的时间 汤汤突然疑惑地看着安安 究竟汤汤发现什么问题呢 为什么安安哥哥每次都吃那么多啊 那是因为啊 哥哥胃口比你大 比你会吃啊 所以吃的东西都是你的三倍 你吃一块饼干 我可以吃三倍 我可以吃三块 你吃一碗饭 我可以吃三碗啊 我很能吃的哦 所以啊 我的身高也比你要高 鞋子大小 也几乎是你的两倍大呢 不信 你看哦 你的炸家 我也还吃得下哦 我信 我信呢 种树 小朋友 你种过树吗 你知道植物 需要哪三样东西才能够存活吗 让我们跟着堂堂一起来种树吧 来 堂堂乐乐 帮爸爸把这个小树扶正 好 我来帮爸爸吧 为什么要扶正啊 种下去不就会正了吗 如果不扶正 小树种下去 当然就会歪掉了 会歪掉哦 那长出来的树就会一直都歪歪的吗 植物会因为向光性 而往有阳光的方向生长 所以 其实小树种下去的时候 虽然是歪的 它最后还是会往上生长的 哦 也就是说 刚开始虽然会歪歪的 但是会慢慢变种起来 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了 只要阳光充足 泥土养分和水分也都足够 小树就能够快乐的生长了 我知道啊 植物需要阳光水和土壤 哇 堂堂真聪明 这些都知道啊 老师教我们的啊 那以后帮小树浇水的责任 就交给堂堂咯 好好啊 以后我每天都会帮小树浇水 这样小树很快就会长成大树咯 等小树长成大树 你们也都长大咯 对呀 我们也会跟着小树一起成长咯 哦 堂堂帮小树浇水 那我呢 我要做什么 嗯 你就负起保护小树的责任吧 我要怎么保护小树呢 我帮小树浇水 那你就帮小树撑羊帆好了 小树撑羊帆 哦 我再不要嘛 哈哈哈哈 生智 词语 怨子 怨落 害怕 心中 心中恐惧不安 长大 成长 发育 造句 一起 我和姐姐一起去上学 就是 这个院子 就是小树的家 成语 风吹雨打 周受风雨的吹拂打击 都是你啦 害我们上学迟到 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是爬不起来啊 以前上幼稚园都可以睡到七点吧 又不是我不起床 好了好了 别再说了 反正今天都已经迟到了 明天准时不就好了吗 有什么问题啊 等晚上爸爸下班回家 我们再商量好不好 今天就先原谅你 明天请你一定要准时起床 不然我就自己走咯 不要等你一起上学了 知道吗 七号啦 知道了 亲爱的哥哥 唐唐 你已经上一年级咯 所以要开始帮忙做简单的家事咯 我已经会自己穿衣服 和准备上学的用品咯 我还会 对 你什么都会 就是没办法准时起床 所以啊 我们要一起帮助妹妹啊 以前你刚上学的时候还不是会赖床 每天啊 都要妈妈一直叫你起床呢 嗯 我们现在就来分配工作 浩浩 你负责扫地收衣服 唐唐负责摆放碗筷 折衣服 而我每天会整理家里的垃圾 倒垃圾还洗碗 哇 那我不就可以当个闲人了吗 当然不是了 剩下的工作会归你做 像煮饭洗衣服脱地等等 好 我会做好家庭主妇的工作 但是自己的房间要学会自己收拾哦 玩玩的玩具要归位知道吗 yes sir yes sir 唐唐 爸爸要送你一个闹钟 明天开始啊 希望你要学着自己准时起床 谢谢爸爸 唐唐 你今天好厉害哦 自己准时起床咯 对呀 太感谢爸爸送我闹钟了 有了他 我以后一定不赖床 嗯 我的妹妹开始懂事了耶 上小学就是不一样 给你拍拍手 为了奖励你们表现得很棒 妈妈今天晚上啊 煮你们最爱吃的东西给你们吃 那我要喝玉米浓汤 哇 好期待哦 我的口血都快要流下来了 希望晚上快点到 多变三角形 直角 顿角 背角 哇 好多种角哦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三角形的角吧 小朋友 动作要快一点哦 快迟到了 我吃三明治配鲜奶好了 我要吃土司面包炸饭 那我要吃烤面包 而且我要把面包烤焦一点 嘿嘿脆脆的才好吃 其实啊 烤焦的东西对身体不好哦 你还是不要烤得太焦吧 哦 真的啊 那我应该烤几分钟呢 嗯 大约九十度角吧 九十度角 妈 你在打哑鸣啊 哎 我是说 把烤面包机的开关转到九十度角 九十度角 嗯 是这样吗 就像这个三明治一样嘛 三角形的直角咯 直角 什么意思直角啊 你看 这两条直线 互相垂直 所形成的这个角度 就是九十度角啦 像这样含有直角的三角形 这叫做直角三角形 嗯 这个我学过 大于九十度的角是顿角 有一个顿角的三角形 叫做顿角三角形 小于九十度的角 叫做锐角 三个角都是锐角的三角形 叫做锐角三角形 诶 秦秦 你的三角形学的不错哦 那当然咯 三角形蛮简单的 就是有三个边而已嘛 不只有三个边 三角形还有三个角 三个顶点呢 好好 你赶快烤吐司吧 你烤面包就要烤三分钟了 再有时间讨论数学啊 最后 每次一谈起数学就没完没了的 还在说话 等一下狼村虎咽的 又要闹肚子疼了 是 等你 嘿嘿嘿